脑退化症扫其病征未必可轻易察觉 最新有一个极简单测试方法 鼻子会告诉你是否高位一族 秀一秀薄荷 鱼 橙 玫瑰 和皮革 五种东西 一旦无法分辨它们的气味时 大有机会是患上脑退化症的千兆 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家招募3000名年龄 介乎57至85岁人士参与研究 测试它们能否辨别出 薄荷 鱼 橙 玫瑰 及皮革 五种气味 五年后 几乎所有无法秀出以上五种气味 任何一种的测试者均患上脑退化症 而只能秀出一至两种气味的 则有近八成患上此症 研究员之一冰度 J. Antpin II教授表示 他希望这个简单的嗅觉测试 可以提供一个快捷而连移的方法 找出哪些人已存在脑退化症高度潜在风险 同时补充此方法只可作为参考 不能作为临床证明 离他们多做运动 避免情况恶化 另一名研究员迈克林托克 Matha M.C. Flandhawk教授表示 嗅觉系统含有肝细胞能自我再生 因此嗅觉能力下降 可能反映随年龄增长引致大脑再造重要元素能力下降低的讯号 并导致各种脑退化症病变 华盛顿大学 Steven Vick博士确指嗅觉功能失调 有可能提供更有系统或较早期的神经退化分析 但研究无法证明嗅觉测试能有效预测脑退化症 英国阿兹海默症研究所研究总监桑桥 Rosa Sancho 同样指以研究的可信性 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使人失去嗅觉 脑退化症并非唯一因素 继续